首先就是 因為我看到給我這個請問的問題 想了一下其實 我問說這學期有什麼興趣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沒有說特別哪一個學期會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因為我是每個學期都會幫我參加 然後我覺得每次上課其實就像是練習的 因為不會說特別哪一個學期或哪一堂課 你上完之後你就會觸飛猛疾 或是一點就馬上進另外一個節目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每次來上課其實聽老師的心的譜也好 講一些樂意好 不是 其實就是一種基本功 慢慢慢慢的堆積 那當然我回去之後大概就比較沒有趣 剛剛自信把我圓晃 其實我是懶惰 工作不要晃到那個程度 但是因為懶惰 所以我現在記起來了 我是2012年開始 所以大家覺得說哇好久啊 好像老學長 事實上我練的時間大概沒有多位就三分之一 所以我就進步得非常非常不滿 那這個也是蠻長的 對 可是剛剛像一星傑講說 教一些技巧或什麼 其實像我在練跑步啊 我們就是每一堂課都會 所以前面半個小時都是基本動作 就算你全馬可以到三小時而已 他都是要這樣練 基本動作就是不能少 所以這個基本動作一臨子練一臨練之後 其實你到這邊滿滿的技巧就會出來 那當然我是對Sexcom是 就是我接觸的很少 可是我覺得 因為基本動作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那你讓你基本動作有的時候 你要去技巧上去 其實就有可能突然來一天你就會發現說 你可以做到一些你能做不到的事情 事實上是因為基本動作比較紮實 所以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兒子就跟我講 丟了一個人調音器給我 你就對著他吹收 吹到那個說不會動為止 然後就可以了 我就在那邊就可以了 念到現在開始比較不會痛 大概是在那邊 那天很久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來上課的話就繼續來上 那剛剛執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這樣靜靜地跳進去 因為我是怕很吵到大家 然後就是打斷大家的練習 所以我都是很安心的良心 那離開要走就是因為 我們也趕時間來的方便是這樣子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機會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每年的這種成果 我們都非常期望 因為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去在一起 也是滿難得的事情 那也是 總是要上台試試感 這個是唯一一次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聽那個有伴奏的時候在吹 那平常吹都很高興 沒有伴奏的時候 等一有伴奏的時候就開始手伴奏 然後我到現在還沒有成功 錄過一首有伴奏是一個一分沒有做的 不管哪首都一樣 可是我如果清讀的時候就可以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我要慢慢加強 好 謝謝 謝謝市長的分享 那下一位是我們的回訣 嗯 呀 谢谢大家